原则易食物多样化注意食物多样化,以食物性食物为主,植物性食物应占每餐的二分以上,包括新鲜的蔬菜、水果、豆类和醋粮等。 原则爱控制体重避免体重过重或过轻,成年后要限制体重增幅不超过5000克,超重或过度肥胖容易导致患子宫内母癌、肾癌、肾癌的危险性增高。 原则三不吃烧焦的食物烤鱼,烤肉时,应避免吃烧焦,直接在火上烧烤的鱼,肉及熏肉只能偶尔食用,食物最好通过煮、蒸、炒蛋方式加工。 原则四多吃淀粉类食物,每天吃600克,800克各种骨类、豆类、植物类根精。 加工程序越少越好,要限制精致糖的食物。 食物中的淀粉有预防节肠癌和脂肠癌的作用,高纤维饮食可预防节肠癌、脂肠癌、脂肠癌、乳腺癌、肾癌的发生。 原则五多吃蔬菜水果,坚持每天吃400、800克各种蔬菜、水果,科室患癌症的危险性下降,20%,每天吃五种或五种以上的蔬菜和水果。 关注医生一起学习医疗保健知识。 原则六不提倡饮酒每天饮酒量不超过一杯,相当于250毫升啤酒、100毫升红酒或25毫升白酒。 经常饮酒会增加患口腔癌、咽口癌、吃管癌等的危险。 原则七减少红肉渗入量。 红肉渗入量每天应少于90克。 最好用鱼和夹心代替,红肉。 红肉会增加结肠癌和脂肠癌的发生几率,同时要限制高质饮食。 特别是动物脂肪的摄入,应选择恰当的植物油如橄榄油等。 原则八限制盐和调料限制腌制食品的摄入量,并控制盐和调料的使用量。 高原饮食会增加未来的患病率。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人每天食盐的摄入量,影响于6克。 原则酒不吃保存过久的食物,不要食用在肠温下保存过久,可能受真菌毒素污染的食物。 原则是,坚持食道运动,每天应坚持锻炼40、60分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